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绝壁上的古人修建了许多道观 据说是为了保存一块当地出产的灵石 相传那块灵石保佑着这方水土 让这一带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那么这到底是一块怎样的宝石呢 它又为何有如此神奇的传闻呢 宣化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 距首都北京一百七十千米 传说中的灵石就隐藏在宣化桑冈河大峡谷的群山中 据说灵石所在的山体 时常会发出淡蓝色的微光 但如果有人想通过蓝光引路 进山偷彩灵石 山间就会突发洪水 惩罚那些心存贪念的人 当地人传说 岩石发出的蓝光 可能是一种宝石反射太阳光形成的 那么山中闪现蓝光的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宝石呢 当地村民告诉克考队 桑冈河大峡谷附近的相光洞道观内 就藏有一块这样的宝石 为此 克考队来到相光洞考察 希望能通过这块灵石 找到山中宝石的线索 相光洞道观 修建在一面近四百米高的绝壁中央 克考队发现 这面巨大的崖壁 正处在一片岩层混乱的地质混沌区域 强烈的地质作用 将山体岩石挤压出无数大小裂隙 经过风雨的侵蚀 许多裂隙崩塌成为洞穴 古人正是依托着这些洞穴 修建了道观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攀爬 记者来到了相光洞最高的一座道观跟前 道观管理人员谢相图告诉科考队 罐内的镇罐之宝 封藏在山里的一个秘密洞穴之中 在谢相图的带领下 科考队进入了道观庙藏背后山腹中 一个半人高的隐秘通道 当考察队已经爬行了二十多米 昏暗的洞穴尽头还不知有多远 大家边行进边猜测 神秘的镇罐之宝会是什么石头 它能否给科考队带来新的线索呢 科考队员在密道内行进了大约半个小时 一黄一红两个包裹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在大家的帮助下 谢相图小心翼翼地把包裹从密道里捧得出来 慢点啊小心掉 谢相图说 这块宝石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 当地人都称它为灵石 灵石很少请出来试人 更不能随便触碰 谢相图戴上手套 一层一层慢慢打开 黄色包裹里是一个盛放宝石的基座 而沾满尘土的红色包裹里 就是那块传说中的宣化灵石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层层风果之下 奇异灵石展现独特风资 踏遍万千山峰 如何层层破解千古谜题 灵石传奇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当包覆打开以后 记者终于见到了所谓灵石的庐山真面目 这是一块灰黑色的石块 切开的一角可以看到盐石内部呈现淡黄色 外面像熟皮一样 这边呢是静体的石块 一块外表并不漂亮 甚至有些粗糙的石块 为什么会被相光洞奉为镇灌之宝呢 当我们提出想借回去详细研究时 气象图婉拒了我们的要求 气象图说 这块灵石是镇山的珍宝 当地传说 灵石一旦离开道观 灾难也许就会随之而来 于是在专家的建议下 我们反复拍摄了 灵石各种角度的镜头 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积累资料 桑干和大家谷内神秘的灵石 吸引了地址专家邱小平的关注 邱老师经过仔细观察后判断 这是一块非常罕见的战国红玛瑙 耗光之后这个确实很美观 这个应该是 就是所以观察的时候很好的 导意识的这个弹窗 邱老师说 在距今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 一种以红色为主色调的玛瑙 在达光贵人间非常流行 这种玛瑙质地光滑内敛 形态温润娇嫩 尤其红黄相容最为吸引 由于那种红色的玛瑙曾大量流行在战国时期 于是人们把这种质地的玛瑙 启名叫战国红 相光洞内珍藏的玛瑙 虽然未经人工雕琢 但内部颜色纯正 斯文细腻滑贵 是一块十分难得的宝石 然而谁也没想到 战国红的出现 却给科考队的考察 带来了更多的疑惑 连日来科考队在三甘河大峡谷周边 进行了仔细考察 专家发现 构成这里山体的几乎都是白云岩 白云岩是一种古代前海环境下形成的沉积岩 而常见的玉石 玛瑙等宝石矿物 是地下沿江上游活动形成的结果 在白云岩腹籍的地区 很少发现天然的玉石和玛瑙矿物 那么相光洞里珍藏的战国红玛瑙 是不是古人从外地带来的呢 然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当地百姓告诉我们 像这样的玛瑙 在喧化附近的山里 时常被人见到 相光洞中的战国红玛瑙 应该就铲子附近 这让大家感到非常好奇 在白云岩里 真的会有玛瑙吗 于是科考队决定 继续展开更深入的考察 相光洞保存的战国红玛瑙 究竟来自哪里 就在科考队感到疑惑的时候 喧化县退休干部王冠锁 却意外地在天宫开悟中 看到了一段这样的记录 仅京师或者多是大同玉州九宫山 宣府四角山所产 有家胎玛瑙 截子玛瑙 锦红玛瑙 书中提到的宣府四角山 这是今天的宣化县 桑甘河大峡谷地区 王冠锁的这个发现 让科考队顿时兴奋起来 资料中关于玛瑙出产地的明确描述 表明在广泛分布白云岩的 三甘河大峡谷 可能真的有玛瑙存在 邱老师说 玛瑙是一种宝石 它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 玛瑙形成在遥远的地质年代 在地下岩浆大量喷出地表 熔岩逐渐冷却的过程中 岩浆内所含的气体会形成气泡 气泡被封闭起来后 从而形成许多孔洞 随后含有大量二氧化硅的硅胶溶液 侵入孔洞之后结晶 就形成了玛瑙 玛瑙玉石形成之初 都是深埋在地下 经过多年的地质运动和流水侵蚀 它们才出路地表 所以发现玛瑙的地方 一般跟河流和侵蚀地区有关 于是科考队决定沿桑河两岸考察 在桑冈河岸边的山路上 几位赶集的村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 就那一块有是吧 村民告诉科考队员 在桑冈河一条细角支流上 有一条叫五彩谷的峡谷 峡谷里的岩石色泽艳密 五彩斑斓 这条消息让科考队异常兴奋 五彩的岩石 会不会是史料中记载的战国红呢 行进途中 科考队偶遇到一位牧羊人 据这位牧羊人说 要进入五彩谷 需要穿过一个名叫红石崖的地方 红石崖的岩石表面赤红 人畜不敢靠近 今年春天 他曾赶着羊群到崖壁上吃草 没想到 几只羊刚吃完草 不到半小时就倒地而亡 红石崖内究竟有着什么奇异的物质 竟然会导致山羊暴毙呢 按照牧羊人描述的线路 科考队来到了杨家沟深处的一条峡谷 果然远远的 大家就看见了一片鲜红的崖壁 我们看到这块石头 好像非常有特点 它都是红颜色的 而且手摸的也挺光滑的 奇特的景象 让邱教授感到十分好奇 他立即对这块非同寻常的岩石 展开了科学的分析 它还有这个方向的一个线理 它的纹路 它线理 这个是一个岩石的滑动面 邱教授解释说 岩石在地质运动中发生断裂 断开的岩体之间相互挤压摩擦 从而形成了这样的光滑表面 那么 为什么这块岩石表面 会呈现出烟红的色彩呢 邱教授分析说 这是由于白云岩中含有碳酸铁成分 在岩石的相互摩擦中 碳酸铁与水发生反应 使岩石表面氧化后呈现红色 那么 这种红色的岩体 是否会对人畜有害呢 钙和铁元素是人体必吸的元素 所以这个动物经常去舔这种土的话 它就是为了补充的矿物质 主要是补充钙和铁 是不会给它带来危害的 这个应该对人体没危害 既然岩石没有有害物质 那么 羊群为什么在这里吃完草 会离奇死亡呢 此时 向导在红石崖附近 发现了秘密 原来羊群在这里 吃到了一种名叫 和朔饶花的植物 当地人叫 药羊草 向导说 山羊将和朔饶花咽下去后 和朔饶花的枝鸭 在山羊流胃里撑开 这使得山羊 无法正常进食和反除 严重时 会导致某些老弱个体的死亡 那么 当地人所说的五彩峡谷 会在什么地方呢 沿着溪流 前行二百多米 一条秀美的峡谷 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流水在峡谷间 蜿蜒而下 两岸岩石色彩斑斓 向导说 这里就是当地人 所说的五彩谷 科考队发现 这条峡谷的大部分岩石 呈现赤红色 其中夹达着黑 黄 白 等各种颜色 在阳光的照射下 岩石颜色 越发鲜艳 那么在满市白云岩的区域内 怎么会出现这样一条五彩峡谷 这里又会不会有战国红玛瑙呢 主要是甲超时的湿蜒 然后还有点脚闪失 这个山中荒物 邱教授说 这些彩色的岩石 是岩浆冷却后 又经历变质 形成了古老变质火山岩 这个发现 让记者欣喜不已 终于在看似全是白云岩的山体中 找到了古老火山岩 这说明古书上 关于宣化出产玛瑙的记载 极有可能是真实的 因为玛瑙的形成 与地下岩浆活动有关 并且大多保存在火山岩中 然而让我们感到十分失望的是 邱教授考察后说 这些五彩岩石不是玛瑙 邱教授解释说 五彩谷的岩石五颜六色 是因为火山喷发时 所含的金属元素不同形成的 火山喷发时 岩浆会把各种地心深处的 矿物元素带至地表 其中含铁较多 岩石就会呈黑色 而岩浆中含钾元素较高 岩石则呈红色 那么这里的岩石 在地质运动过程中 它有没有可能 变质出宝石呢 这个地方一般没有 因为这种氧化钾它的碱性太强了 很多宝石都被它给容食掉了 邱教授仔细考察后说 五彩谷的岩石里 氧化钾的含量超过50% 说明这一地区的火山岩中 碱性元素含量很高 在地质运动的高温高压作用下 形成马脑的岸氧化硅 很容易被碱性元素中和融化 所以很难形成珍惜罕见的 战国红马脑 邱教授说 马脑一般形成在火山岩地区 现在科考队在桑干河大峡谷 大片的白云岩中 发现了古老火山岩的存在 就有找到战国红马脑的可能 可是宣化山轮众多 科考队很难一下子 对万千山峰进行逐一的考察 这时向导告诉我们 离大峡谷不远的地方 有个当地人自发形成的 骑石市场 附近十里八岁的村民 都会把自己从山里捡来的 各种好看的石头 带到那里 也许在骑石市场 我们能够从老百姓的发现中 找到期许线索 五花八门的骑石市场 能够发现关键线索 难得一见的蜂窝崖壁 又会有怎样的科学发现 临时传奇 比比中国正在 其实市场离科考队所在的 五彩谷四十多千米 这里人群熙熙攘攘 地上摆满了各种石头 科考队员发现 这些石头从形态色泽上看 都不像史料记载的战国红马脑 当记者向他们打听 这里有没有一种 色泽红黄融合 内胆水润光滑的石头时 当地人告诉我们 那种石头非常少见 许多年前 曾有人从一个叫 滴水润的地方剪刀过几小块 滴水润是距宣化县城不远的 一座小山村 它坐落在两山之间的 一块平坝上 周边群山环坝 走在通往村庄的路上 邱教授惊奇地发现 这里的山体竟然全部是 玄武岩构成的 邱教授说 玄武岩是火山喷发出地表后 岩浆逐渐冷凝形成的 一般表面呈黑色 并且布满气孔 而大面积玄武岩的出现 在其气孔当中 很可能充填天然的玛瑙 果然 邱教授在一面 陡峭的玄武岩崖壁上 就发现了一些破碎的硅质体 邱教授告诉我们 这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 天然玛瑙 但是邱教授发现 这里山体上的玛瑙 都是些品相不好 杂质较多的种类 根本够不上宝石级别 那么 人们传说的红黄融合的 高品质玛瑙 会藏在哪里 低水芽 究竟有没有战国红玛瑙的存在呢 此时 几位手持钢签铁锤的村民 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你们这是山区干嘛呀 这是土地 村民的话 引起了科考队的极大兴趣 他们要捡食的石头 会不会是我们所寻找的玛瑙呢 跟随村民翻越了两座山头 记者突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 一座山底的顶部 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碎石块 崖壁上的空穴 就像一个个风潮排列在一起 七八位当地村民 正埋头敲打的碎石 好像在碎石里寻找什么宝费 这时 一位村民手中破碎的红石 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村民告诉记者 他们翻爬这些碎石 就为了找寻一种红色石头 因为一块不大的红石 就能在市场上卖上个好价钱 这个能卖多少钱 这不值接下来 这个不值什么钱 一百块钱 如果是线的话 那么一半有五十块钱 这块小小的红石头 色泽鲜艳光滑柔顺 可村民却叫不上名 而邱小平教授 对周边的环境 山体上的空穴 和几块红色的石头考察后 兴奋地告诉大家 这就是稀有的战国红玛脑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 当地老百姓传说的 这个战国红的这个玛脑 这块战国红表面凹凸不平 内部却光亮油滑 邱教授说 这种玛脑的形成非常特殊 在二氧化硅胶状液体 注入岩浆内部的空穴过程中 只有速度缓慢均匀 周边也没有大的地质运动干扰 才能形成色彩丰富 斯文华丽的战国红玛脑 正因为战国红玛脑 形成的地质环境苛刻 数量非常稀少 所以才被当地人称为灵石 当邱教授将电筒照射到崖壁时 崖壁上镶嵌的玛脑 立刻反射出淡淡的蓝光 考察至此 邱教授说 当地人传闻 宣化的山间岩石 会发光的秘密终于揭开了 他们所看见的神秘蓝光 是山崖上玛脑反射阳光形成的 它都如果切开来之后 正好切了一半开来 就是说里面就是那个 玛脑和水晶在一起 那么光线照上去 它肯定会反光 如果光是这个 这个没有漏出来的 光是这个皮 那个还是跟石头一样 所以他们老百姓常说 牙壁上会发光的 就是说像我们刚才下面看到的 那个切了一半的那个 就是那个玛脑和水晶露出来的 那个是会反光的 光线一照就会反光了 邱教授说 众多的破碎玛脑 随着光线的变化 会变换出各种光运 而玛脑一般都在 陡峭悬崖的上部 当地群众很难近前观察 所以才有了各种神秘的传闻 而山中罕见的洪水 则是当时的人们踩蛙玛脑 破坏了当地的水土环境 引发的自然灾害 与零食没有联系 科考队在考察中发现 宣化县地处在燕山山脉 与太行山脉的交汇处 强烈的地质运动 使得交汇区域的山体 变得支离破碎 千万年的风雨侵蚀 造就了宣化奇特的 地理地质景观 也使深埋在地下的战国红玛脑 得以突露地表 罕见的战国红 不仅让人们再次见证了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而且为研究宣化地区的 古地质 古环境的变天 提供了又一重要证据 在考察的最后 专家告诉我们 正是强烈的地质作用和地表流水 千万年轻石切割 造就了这里陡峭险峻的地形地貌 才使得这些深藏在山体深处 火山岩中的珍稀玛脑得以泄露 当地史料记载 从1200多年以前的唐朝起 宣化就因为地理为之重要 矿产资源丰富 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历经上千年的战火纷争 和人为开采 宣化的玛脑矿石资源 已经变得越来越珍贵 而奇异的战国红玛脑 更是一种承载着 亿万年地质变化 和数千年文化符号的 稀有矿藏 向人们诉说着 桑干河大峡谷中 一幕幕过往云烟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